有一种音乐,人们不都越焦虑,它就越受欢迎 如今我们终于来到了人人都焦虑的时代 这种音乐不仅受欢迎,甚至已经有了要用价值 很多国家盛行的音乐聊法,其中一多半都是这种音乐 Hello大家好,我是Fat Guy 欢迎来到I'm Records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Ambit氛围音乐 想了解氛围音乐要从一百多年前说起 如果你经常出入咖啡馆、酒店这些场所 那么你一定听过这首曲子 这首曲子的作者是法国作曲家艾里克·萨蒂 1888年,年仅22岁的萨蒂就完成了这首曲子 他有一个很出名的好朋友 伟大的作曲家克劳德·德标西 德标西很喜欢这个作品 亲自为这首曲子配了管弦乐 让这首曲子名声大噪 虽然萨蒂和德标西在日后反目成仇 互相讥讽 但艺术家嘛 道德水准跟今天的艺术家也没什么两样 都是看谁都不爽 不思必就难受 萨蒂和德标西关系绝里的原因说法不一 说来说去都是一堆鸡毛蒜皮的小事 如果德标西嫌弃萨蒂 每次跟他见面都使就跨另一个作曲家 拉维尔 类似你在周一伦面前天天跨逃者 如果萨蒂也嫌弃德标西 每次请他吃饭配的餐酒都是最廉价的 但其中有个标志事件 1917年 德标西对萨蒂新发表的音乐公开表达了批评 这就上升到了业务层面 此时的萨蒂刚刚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音乐风格 家具音乐 Fornage Music 他主张这种音乐不能独占观众的注意力 而是要像家具一样 只作为其他审美体验的背景 萨蒂的音乐理念确实超前 但也确实过于乱观 他理想中的家具音乐是这样的 一百多年后的家具音乐是这样的 在这个短视频里 我们主要的什么体验 是看大姑娘小伙子怎么扭 所以这个背景音乐 无论多难听 都属于货真价实的家具音乐 你看逼歌瞬间就上去了 但时间回退到1917年 在德标系的带头批评下 萨蒂提出的家具音乐概念 根本没人搭理 很快就淹没在历史潮流里 直到50多年后 出现了一个年轻人 他是萨蒂的脑残粉 叫约翰凯奇 他发现了一份萨蒂的乐谱手稿 曲子叫Vexitions 翻译过来就是脚枣 手稿里只有三行最简单的动机 但手稿上方有一段话 要把这段动机连弹840遍 需提前做好如下准备 在最深沉的寂静里 饱含以最严肃的不动武山 这里解释一句 萨蒂这个人 向来喜欢在乐布手稿里 结一堆这种非音乐型的抽象注视 用来记录自己作曲时的汹涌感情 但约翰凯奇作为自身脑散粉 本管偶像随口咕说了个啥 都必须得给落实了 1963年 约翰凯奇召集了另外11位钢琴家 总共12个人 轮着来 真把这个动机弹了840遍 这场演奏全程耗时18小时40分钟 自那以后 家具音乐这个概念 开始被很多先锋音乐人认识 再后来 约翰凯奇成为了实验音乐的开创者 另外那11位钢琴家里 有一位年纪最小的小伙 叫John Cale 后来去玩摇滚了 他成立的摇滚音乐队叫 底下四容 很遗憾 18小时版的Vexitians 没有留下视频资料 但有一段John Cale 后来在电视节目里演奏的视频 音乐对人的影响 是一代接一代的 十多年后 又出现了一个年轻人 他最初在华丽摇滚乐队 Roxy Music里弹键盘 这个骚了吧唧的年轻人 叫Brian Eno 他又恰好是约翰凯奇的脑残粉 两个人后来还成了忘年交 在偶像约翰凯奇的影响下 Brian Eno 伸手家具音乐 极简音乐 实验音乐 这些概念的启发 最终脱离了摇滚乐队 在1978年完成了一张个人专辑 Ambit One Music for Airports 翻译过来就是 范围一给机场做的音乐 这张专辑源自Brian Eno 在德国的克隆沃恩机场 后机 等了好几个小时 机场播放的潮流音乐 把它给听焦躁了 于是他当场决定做一张专辑 专卫机场设计 用来给机场当背景音乐 以免乘客也焦躁 从此 范围音乐就诞生了 从诞生开始 范围音乐就从家具音乐里积蓄了背景性的基因 范围音乐营造的也是那种可被忽略的特质 但如果你愿意仔细聆听 它又能让你沉浸在某种情绪里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 Brian Eno陆续推出了 Ambit R34三张专辑 让Ambit这个曲风彻底立足 而老百姓大范围接受的第一首范围音乐 是十多年后的这一首 Windows 95的这段开提音乐 也是由Brian Eno创作 根据Brian Eno自己的说法 当时微软给他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 希望这首音乐是 励志的 性感的 挑衅的 有驾驶感的 怀旧的 山感的 类似的形容词 信里罗列了150多个 信最后写了一句 我们希望这首歌的时长不超过3.8秒 这种堪称有病的甲方诉求 确实也只有范围音乐才能做到了 反正我没存在感 你怎么解释自己的情绪都对 需要额外注意的是 很多人会把范围音乐和极简音乐混淆 它们并不是一种音乐 极简音乐是一种更为严肃 更为学术的音乐 毫无背景性可言 甚至听起来可能一点都不简单 比如这首闹痛的歌 是一首极简音乐 关于极简音乐 我们之后再聊 说回范围音乐 范围音乐这种可有可无的背景性 反而让它拥有了强大的兼容力 几乎任何曲风都可以跟它无痛结合 后续也衍生出了无数字曲风 你在一种曲风里 看到Atmosphoric字样 那就基本可以断定它是跟范围音乐融合的产物 比如范围音乐可以与古典密集的专门贝斯结合 就变成了Atmosphoric专门贝斯 范围音乐可以与狂躁的Black Metal结合 就变成了Atmosphoric Black Metal 这位音乐可以与五页DJ结合 就变成了Atmosphoric动工 在osphoric专门贝斯结合 如何鉴赏范围音乐 第一种方式 别仔细听 我们就应该去干别的事 让它作为背景存在 这是对范围音乐法统上最大的尊重 第二种方式 如果我们打算仔细听 那就仔细听音色 音色是范围音乐最大的标志 所谓范围 全靠音色生起来 范围音乐的开创者 Brian Eno 从小就是合成级高手 所以他做出来的音色千差万别 但每一种音色 都能恰当成起一首歌想营造的气氛 如果你对音色缺少认知 不要慌 只需要再听完一首安平的后说 音乐玩到最后还是得玩音色 说这句话的时候 语速可以适量荒满 瞬间就可以把一个 饱经沧桑的音乐巨匠人设给立起来 关键别人也不好意思说啥 因为音乐巨匠们 确实玩到最后都去玩音色了 就算玩到最后 大家也不要忘记 我们这个系列的核心宗旨 享受音乐 适度装逼 不要有悠悠感 多给音乐人打钱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能了 如果你还想知道关于音乐有什么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最后请不要忘记关注 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